哈喽,大家好,我是冰果 现在咱们来到咱们公园这边种的番石榴 现在已经在挖坑 就是准备这个业撕肥,撕有机肥 撕20斤的有机肥 跟花生枯可能加3-4斤的花生枯 花生枯的话,它会比较甜一点加这种 那种化肥,复合肥,其他不失礼 咱们只是有机肥跟那个甲,跟那个花生枯 这样它的果就比较甜,比较脆 它就不会有那种酸味,就没这么浓重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番石榴 目前的话,套袋也不是太多 前段时间寒害,结的果不是太多 可能现在3月份撕肥之后,4月份会修剪 4月份修剪的话,大概就是9月份的果 9月份跟10月份,就是中秋节国庆节的果 4月份修剪,3月份撕肥 一年的话我们就撕两次肥 可能7月跟8月也会再撕一次 基本上一年就撕两次肥 我们都是有机肥,这样我们就,我们除草也不用怎么除 就是人工,那个汽油割的,我们这边已经种了10多年了 10多年的珍珠番石榴 也是有机认证的,也是一些绿色什么都 基本都会认证过,所以我们这边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我们做的精品都是拿来送你的比较多 很少走市场的,基本都是本地消化 今天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转个镜头去 现在大家看到我已经转过镜头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番石榴 基本上是透带的 所以是不怕,我们既然不打药了 除非是很小果的时候 这果这么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小的时候打一次药 后面再透带 透带之后,经过两三个月 基本上就是没有残留的了 我们打药也是那种生物药的那种 就是低残留很低的那种 这边就是老树的十多年了 基本上是中间都是开临窗的 基本上很少的,基本上都是外面长 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吧 在挖坑,已经挖好坑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看到吗 那里那棵草再过去一点 就是这里,这里是挖坑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 都是很纯天眼的,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一片过去都是 你看这些都是,基本上是向外长的 中间咱们会掏空的 到时候还是要修剪的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也是长的春天嘛 长的也是粒油有很多的 到时候中间会掏空 基本上是外面长 然后外面长的话 我们栽果啊 透带啊 就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这边的树基本上是不高的 大家也看到了 基本上是跟我们人差不多高 也就一米七到一米八这样 我们伸手就可以栽的 很奶的 基本上是中间会掏空到时候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这个 如果你想中秋国庆栽的果多 你就三月份施肥四月份修剪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这个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Bingo 喜欢了吗 请点赞关注